字幕提供 X8 Live 天使可可 今天可可和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呢 也非常特別哦 那相信以前如果常跑電玩街的一些老玩家的話應該對這款遊戲都不陌生 那這款遊戲呢是衝破火網 那以前那早在1987年就是可可剛出生的那一年 這樣算應該時間真的非常久了 那當時出現在大型機台 那現在呢出現在X8Live上面的話其實是一個星座 那星座這次比較特殊會加入一些不同的要素像是以前 在以前大型機台的時候他可能都比較偏向說這是空戰 就是比較focus在空戰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在360上面這個星座呢他其實有加入了 地形的一些元素 像是玩家可能會在一些峽谷啊肩上穿梭來穿梭去 那尤其是有一些在被敵人追趕的時候 那加速的時候就非常刺激因為 你常常要閃避不及的時候就會撞到33B 那提高了這個遊戲一個難度那我們先來看遊戲的畫面吧 OK那我們現在進入了就是遊戲的選擇畫面那一樣他有一個RK的模式 然後他比較特別的地方呢就是ES option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他很特別呢因為說 當玩家打成裡面的某一些特別的特別的要素之後他就會解出某一些比較特殊的功能 像是他上面都會有寫 像這個的話就是說當玩家死亡一次的時候他就會解除 5次的接關數 那玩家當他解除這一些功能之後他可以在他裡面的選單做設定 那像原本說他原本只能接關三次 那因為你死人太多次他解除了很多的 像最終 等一下喔 像最終他現在是3.7.9 那最終他其實還有一個是無限就是你可以無限接關 那就是變成說玩家只要玩得越久他就會解除更多的一些功能 那像還有一些自動瞄準啊或彈藥無限 就有點像金手指這樣的功能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看阿佩的模式 好的 那我們就先選F 其實是B 那在裡面呢除了你選機體 就是他裡面的你的 預設的這三種機體之外呢 他其實也可以變換顏色 那只要按Y的話就可以隨意變換他的一些模組 好 選擇好之後呢這邊也可以選擇歌曲 OK那等一下操作呢 很簡單就用左類的底鍵來做全新的移動 那只要你要到體力的話就會有BBB的聲音 那這時候我們一開始近距離 我們可以先用A按A去用機槍掃射 那但是因為他只有距離比較短 他只能用 可能一般的那種小比較近的一些機器 那如果遠一點的話 我們就必須得用那個 用飛彈 好吃 啊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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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用的話就是他的絕招 用LB按住 然後他就會顯示剛剛那個圓圓圓圈圈的一個大整形 就是可以掃射 當有一整片的敵人的時候就非常好用 我死了 死了 我本來想說可以不要接關的時候 啊我一直會按到那個翻轉 因為有時候翻轉雖然可以打到 就是可以躲掉很多敵人 可是有時候也是會 啊 像這是鋼咳說的大絕招喔 嗚呼 好 那下一關就是 可可剛剛有說過了 比較特殊的替石 就是這一次他有加入的 就是可能是像 就是這種 像沙別 那就是 他的難度就是你第一次閃避 不像剛剛那樣子 只是空閃 然後你必須要瞄準地上的一些 敵人 而且他等一下還會有一些 特殊任務 像是他們的敵人的最新的機種 像這一隻 哇我有打中嗎 那因為他會一直跑 所以變成說你要去追他 那按LT的話就可以加速 有沒有 就變成說 我打死了 因為你要加速的時候 反而在那麼狹少的山谷裡面穿梭 就變得非常的緊張 所以就需要技巧 邊講邊玩 真的好可怕 像一開始他其實彈藥其實是有限制的 當他補完之後 他其實他補完的時候他要選一段時間才會有再有的彈藥補齊 好這就是大絕招 我去換完你看到沒 超爽的啦 那種速度感就覺得喔好爽喔 那天啊全部一起轟炸的感覺 很快樂 14級啦 怎麼那麼快 好 又可以放又可以放 哇可惜結束了 我剛剛其實放錯了 應該要在這種大範圍的地方去炸他 ,哇 真是衝破火喔 接關數結束了 OK 以上就可這次跟大家介紹了RK小遊戲喔 那其實剛剛可以畫面看得到就是他其實非常有速度感 那一開始如果初次玩的玩家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因為會覺得怎麼那麼遠怎麼這麼昏怎麼那麼快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慢慢的抓到他的tempo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有速度感然後會覺得很刺激 那OK 那雖然他是一款老牌的RK小遊戲 不過還是推薦給大家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